明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林詠嫻聊天 她是1987年的港姐貴君 爆牙和兔仔牙的可愛笑容是她的標記 她在美國結婚生仔二十多年 今次相隔十年再回來香港 為了三件事 第一是參與惠然啞習四十週年活動 第二是出席美國商會的商務交流會 她的正職是美容中心的CFO首席財務總監 她也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第三是找朋友聚咎 她現在找緊和聯絡了1987年22位港姐 包括邱淑貞、李美鳳、楊寶寧等 希望重新聯繫 港姐尋人記現在正在進行中 今次回來我見過朋友三十多年沒有見過 有一個好處做了YouTube 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怎樣找 例如我們港姐一起參選 我十四號、十三號、十二號 我不知道怎樣找他們 然後她弟弟看我YouTube 她說你記得誰叫十三號、劉少香 我記得 就是她我才參選港姐 剛才我大家做青春之星 她就叫我報港姐 我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誰知道她說報 一起報 就是這樣 但是報完之後 我參選港姐很忙 然後我過來讀書 一直都找不到大家 因為YouTube找回大家 今次回來香港見面 很開心 但是很有趣的 沒有見過 好像昨天沒有見過 我們一見過就好像一見如故 我們還在這裡哭 我還在這裡哭 細說重頭 阿Wing的故事 你由十幾歲 一開始我們認識你 我很小時候 開心少女主 我知道你實在可以看我 我很小時候 開心少女主 是怎樣加入這個組織 我的經歷很有趣 很奇怪 很多人好像一套戲 我就逛街 新黎誠邨家珍走過來 你想試鏡嗎 一上去就見黃百明 見了之後 簽約 就是這樣 你幾歲 我記得讀中四 我記得讀中四 鄭文娜 我跟他拍過《飛躍靈藥》 還有《黎芝》 《袁潔盈》 《羅明珠》 我記得一群很好玩 由開心少女組一起 又到處去第二個國家宣傳 很好玩的時候 我記得一群女仔嘻嘻嘻嘻 是啊 陳嘉玲 何佩儀 袁潔盈同學 新黎誠改組 張藥就禁止了 我就拍廣告 幫我《曼樂珠》 拍很多廣告 然後 入了青春之星 青春之星 又認識一群模特兒 女仔 他們選了女仔去訓練 我記得在天后他們的辦公室 每個星期都去學姿勢 其實是玩的 一群女仔上去 我們嘻嘻嘻嘻嘻 又吃東西又玩 又學姿勢 教了我們幾多 可能幾個月 然後就開始拍她的雜誌 時裝雜誌 那時候很流行日本模特兒 衣服 很多人說我像日本妹 因為他們很多日本的衣服 手飾 配搭 拍攝時裝雜誌 那個年代很流行 林少鄉 十三號 我們大家都 很幸運 大家入了 semi-final 很開心 我們第一年去海外拍攝 我們一起去泰國的布吉島 那一年 現在的人回顧 差不多是最強勁的質素 那一年 我記得我第一次上去選了22個 第一次見面 我呆了 為何這麼漂亮 每個都這麼漂亮 人家港姐不是這樣的 為何這樣 每個都很漂亮 我覺得每個都可以落半軍 那一年 邱淑貞退選 你會不會覺得 我這個第三名 會不會是因為人家退選 所以得到 很多人都這麼說 但我覺得這些是 評判的決定 我都決定不了 很難說 到時如果一起在台上 都不知道誰是第一 第二第三 要最後一刻才知道 公佈那一刻 你的心態是怎樣的 有些人見到我 他好像不是很開心 是不是他拿不到第一名 我去玩 選到那一刻 我就覺得我不能去讀書 一選到自然有張藥 一定有一年 一年還是一年半 那一年半你就不能走 這樣 我就想 糟了 一年半不能去讀書 不知道什麼時候去讀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好像 我不知道怎麼辦 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要去日本 對呀 日本很好玩 因為你的賽國 你也拿到最上鏡子 這個國際性的選美 拿這個獎 第一個 第一個 唯一一個 是呀 所以我那時打回來TVB 我最惹 尖叫 他們 然後不信 不敢公佈 他們要雙檢查 跟會雙檢查 怕我說謊 不知道真還是假 知道了 全香港都很開心 因為是第一個 拿這個獎 現在都沒人拿過 那時候我去到 我記得日本人很喜歡我 去到 全部堆在我那裡 其他沒有人拍的 全部都去到我那裡 去哪些聚會 酒會 一群人都湧過來 他們是很好的 甚至完結後 其實有一間 日本人叫我簽約 簽約 簽兩年 是訓練我去做日本偶像 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我就不捨得家 TVB剛剛起步 我又不太懂得說日文 要去到學 我就說 我是不捨得家 那我就留在TVB 沒有去到 銀行十星那時候 我們一群人很好玩 十個我記得 名字我忘記不記得了 但主要有 譬如邵仲恒 阮華 郭富城 胡悅山 還有十個 我想不太記得 李鍾玲 我們一群人 大家都年紀很輕 一群人 一群人 一起在工作室拍攝 還有那時候 做很多功能 那時候無線就捧我們 十個 一起去做很多活動 剛剛網上播了學年歌 一起跳舞 我們很好玩 現在很開心 我跟阮華和邵仲恒 大家都很朋友 變成友誼在那裡開始 那時候我記得跳舞 就是拍攝跳舞 她就很厲害 那時候我就比較緊張 跟她跳很大壓力 有好又不好 因為她大得你很好跟 但壓力就是 我很怕踩到她的腳 有 有 《星仔》 那時候我跟她拍過不僅是 但也有拍過《陰陽界》 是電視電影 那時候跟她很朋友 很朋友 她都很關心我 拍《陰陽界》 因為其實是夜戲 那我最初又不是很熟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夜戲 有時很晚才放我吃飯 我又不是很聰明 帶好一些餐飲去 什麼都沒有 搞了我胃疼 我進醫院 我記得我去浸會 我是主角 我沒有拍攝 全組人都要收 沒有就去醫院 星仔陪我進去 陪我回家 她都是很細心的 林詠咸1989年去讀書 放下了香港娛樂圈的工作 後來美國加州讀會計 雖然暑假又回來拍劇 但畢業後還沒有回香港發展 是什麼驅使她離開娛樂圈 因為港姐出席很多功能 要見很多商界 甚至親善訪問 要見總統 我十七歲讀完書 中學是中五 有很多功能 別人聊天 我不知別人說什麼 照完就算了 我覺得好像差一點 人家說什麼都加不了嘴 或者格格不入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要再進修自己 跟林太上去談 那時林太做任務經理 我說我有張I-20 我想去讀書 陳太家說不要 說不肯 林太家說不要 你做得那麼好 你張藥是很長的 很長的 我連續了 幾個月她跟我延伸 延伸到五年或八年 我不記得了 多度 我自己不停簽簽簽 我都不知道簽什麼 很長的 你還很長的 我不行的 然後我說 說了很多事情 她說你很多機會 我會給你很多機會 你又會做得很好的 她差不多怕知道你是很好的 我說我都明白 我知道好 她亦都說 你很多才能 你一定會得 這樣 真的很難 但是我想一下 我真的很想去 我問了一個問題 接著她就讓我去 我只要問了她 如果我是女兒 你給我去 接著她就讓我去 林詠嫻是美國專心讀書 先用四年在南加州大學 修讀會計和金融 期間暑假回香港 拍劇和拍廣告 然後在UCLA 讀MDE雙管課程 考到能夠做高級行政人員的資格 令你堅持在那邊繼續讀 或者在那邊找工作做 最主要原因是甚麼 我很喜歡小朋友 我當時沒有小朋友 讀完書 還有很多 其實我最困難 就是剛剛畢業 我不知道應該在美國找工作做 畢業完之後 還是回來 我也有回來 跟TVB接HUB 她回來跟我說 你做甚麼都可以 你做司儀又可以 拍劇又可以 甚麼都可以 總之你回來就可以了 你的藥 我們可以再談 他很好 真的很難 我想了很久 很辛苦 因為我很多朋友在那裡 那時候香港很好 去哪裏玩都可以 真的很興奮 那些事情 但我呢 那時候沒有小朋友 我想想 如果我留在那裏 我就在那裏結婚生孩子 就是落地生根 一定肯到 一定未必回到美國 但我又很喜歡 讀完美國 只是很喜歡他的教育制度 我覺得 是很適合小朋友生長 還有學習的 我又很幸運 我又很快找到工作做 那時候剛剛 美國都不是容易找工作做 很多朋友畢業都走 去回其他國家 那我就試一下 那我又很幸運 我又馬上找到工作做 我是一間很大的廣告公司 裏面 是做finance那邊 然後我進了Warner Brothers那邊 那些studio做 拿到很多好的經驗 變成可以在那裏發展 我亦都很快融合到社會 變成我和那邊很多朋友 但終於都找到我老公 你怎樣相遇 他那時候是會計師 我們在會計師的教育中 撞到 我很喜歡一個人 怎樣說 我要很誠實的 我不喜歡煞煞滾的人 都不容易 他說他是我 行動最重要 他一直都很誠實的 你們拍了多久 你們是99年結婚 不是很久 我們拍了一兩年 然後就結婚 那時候你的選擇 是否說洋人或者華人 我沒有 什麼族裔都可以 我沒有所謂 我不是說 一定要喜歡外國人的人 但是和洋人相處 或者結婚 或者拍拖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事情要注意 我想拍拖 結婚都不選 沒有什麼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生兒育女 和我老公一路都沒有 打招呼 一直都是很好的 但是一生寶寶 有了寶寶之後 就有很多爭執 真的差不多要離婚 這麼厲害 因為文化很不同 東方西方很不同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生長 因為我都是港女 我都是香港出生 很多是中國文化 他們教育西方比較自由 做很多事情是很危險 變成我很多事情不習慣 跳躍懸崖 跟著拔著我的子女 兩歲 我就很害怕 被一些危險的事情玩 或者完全是不害怕的 大大風 一個月 抱著我的壁出去 嘩 兜風 沒有什麼穿衣服 他不覺得有什麼 我們你知道 蓋少皮也不行 然後就在那裡呱呱叫 他又好像沒有什麼 就開始有些conflict 我們怎樣解決呢 就是去婚禮監告 大家去那些談 慢慢談一下 大家去compromise 協調 一定要遷就一下 這樣就慢慢慢慢好一點 幾乎要離婚這麼誇張 當你有小孩的感情 很complicated 變成 你兩個人是沒有什麼的 當你多了一個 你教我又不同 我的教也不同 變成大家都會有些磨擦 中國文化不是那麼開放 覺得找counselor 是一個比較insorting 或者是侮辱 但是那邊是解決問題 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找一個expert 專家來幫你 因為他又不會聽人 我又未必聽人 一個專家說得差很遠 就是第三個人說 還有有些事情 大家不會說出來 但是一坐下來 就會大家說出來 溝通很重要 如果有好的溝通 你就沒事了 如果大家溝通不了 一直這樣 這樣滑下去 你就出事了 我是很calm的人 但是有小朋友就不是了 變成有小朋友 我可能會比較容易緊張 他就提醒我 有時會不清潔 沒有什麼的 不用那麼緊張 那我就叫自己不要那麼緊張 他去冬天游泳也行 他們凍天真的走去沙灘游泳 很冷的 變紫色的 都跳下去 這小朋友又不怕 他們又沒有東西 回來又沒有病 我經常說 你這樣會生病的 回來他又沒事 我下次沒有得出聲 我就去 沒辦法 我自己不下水 他就下水 我過小女兒讀二年班 我就開始幫現在的Laser Skin Cancer 我就是做他的consultant 因為他其實是我代言的 他幫我生完BB 所以要怎樣保持健康呢 就是他幫我修身 皮膚的荷爾蒙又有分泌不同 又搞好些皮膚 又搞好身 整完之後大家的關係很好 他知道我做accounting 他說不如你幫我看看數字吧 就這樣開始了 到現在了 大兒子叫Diador 大女兒叫Michelle 小女兒Julie Diador已經在大學了 他是Computer Science 他也喜歡電影 在讀兩位一起讀 你懂得說廣東話嗎 不懂 我很努力教他都不懂 因為一說他就走 Michelle17歲了 他現在最後一年在大學 明年看他讀哪間大學 第三個Julie現在在中學 前陣子跟Michelle一起跟Anson Lo月揚做訪問 這個美國媽媽是否鏡粉呢 我不知道我是否鏡粉 但是L.A.很多鏡粉 他們就找我 他問你可不可以跟Anson做訪問 我不認識他 怎樣找Anson做訪問 他在香港 我在L.A. 我幫你找 你找到我就跟他一起聊天 他真的找到他 他們找到花姐 花姐說以前認識我 看過我的東西 就知道 他就說 好吧你跟他聊天 我們就打電話跟他聊天 L.A.很行動 當時大家都知道 他就說 你竟然找到Anson聊天 聽到我跟Anson Lo做訪問 他說 哎呀我可不可以一起玩 我可以一起玩 看到他就想跟他聊天 但他又有點害羞 他說 媽媽他不知道會聽 我又不懂說廣東話 我怕怕 我說你用英文問問他 看看他怎樣 他說得很好 Anson 他英文就跟他聊天 我是很喜歡朋友的 我是想大家都開心健康 我就很開心 設定這個Youtube 其實我也是想分享這些 資訊和訊息 我看到疫情之後 很多人都很疲憂 我也收到訊息 很多人都需要精神上的支持 他就說 我Youtube是一個 Chicken Soup給他們 香港怎樣想美國 或者香港有些朋友 想多知美國的消息 或者介紹朋友給他們 比如我介紹美國的律師 美國的會計師 和美國的不同的文化 我覺得大家交流一下很好 我日後都想多些幫朋友 或者分享一些資訊 希望大家都開心快樂一點 和林詠嫻做這個訪問 聽到這位當年的開心少女 變成現在的開心媽媽 延續港姐的親善精神 現在還做得越來越積極 很佩服這位1987年的14號佳麗 最後想問他 假如有機會約一個人坐下來聊天 他會約誰呢 我真的很想見的人 但已經不在了 我婆婆 因為她從小到我長大 我婆婆也照顧得很好 我可能沒有什麼不好的經歷 都是因為她很悉心照顧 她形成了我的個人 和很多價值都是她給我的 如果我想真的見到一個人 其實我整天都發夢見到她 如果真的想親身見到她 我真的很想見到她 請問她